中国广东省陆峰市乌坎村村民再次爆发示威 抗议市政府逮捕了民选村长 并要求当局归还被征用的土地 上千军警开进村里 严加戒备 气氛紧张 乌坎村三千多个村民举行集会 指责警方污蔑村长林祖恋 贪污受贿 将他逮捕 力推一人一票选村官的林祖恋 五年前曾领导村民抗议政府政敌 禁迁军警进驻并封锁了整个村子 入村采访的记者则遭当地一名官员驱赶 我不客气他 我告诉你 不要鸡啊 没有 我没动手 你是先动手 喂喂喂 你不要跟我的同事 你到底看你干啥 你为什么要干啥 乌坎村五年前因村官被指私迈土地 而爆发严重警民冲突 我来说好 我来说好 谢谢大家